空军新式高级教练机 本周二即将举办出场典礼 蔡总统还将亲自飞往台中主持 这架新式高教机 以国造的IDF金国号为蓝本 连机身构型都有七分相似 不只外形参考金国号 新式高教机将命名为永鹰 难道也想追随先总统蒋金国的脚步 以自己为名 也误会是勇敢的永老鹰的鹰 但外界之一难道是选举到了 国军想借此拍马屁 取其谐音 拥抱小鹰 拥抱老鹰 拥抱小鹰都一样 有滥用国家的资源到这样的程度 这到底的是间接的 这个表明的 公开的 替蔡英文拿票 这个名字我想跟空军本身 中勇的军风 以及我们空军飞行员高昂的战绩 是有关系的 完全无关政治 国防部赶紧澄清 绝对没有拥抱小鹰 但这次飞机命名的确大有学问 本次开放所有民众三千多则投稿 再采用40%网路投票 30%军方讨论 剩下30%则是由专家学者 以及专业军事记者组团讨论 最后得到永鹰这个新名字 但所谓的专家学者到底是谁 军事记者圈完全没听说 这个专家学的名单是在哪边 评分标准是什么 说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个是合理的要求 军方在命名上面应该更加的公开 不要让外界觉得说 军方是谁当总统 我觉得对此还蛮开的 适逢选举年 蔡总统突然规划大大小小的营区市岛 周五还要参加营区开放 连郭方白批书都要放满自己的美照 这次新式高教机命名 又引发莫名政治联想 国防部急着护航 却讲得不清不楚 越描越黑 这次新式联光学院三区小组 台北报道